韩国首尔市中心附近的宗庙公园是老年人的乐园 闲来无事的时候 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会在这里下棋消磨时间 而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卖酒的老太太 他们大多数年龄已经很大了 而且没有社会保障 更没有子女赡养 于是只能卖些自酿的酒为生 男人们下棋下累了就会过来买点酒喝 当然买酒只是一个借口 当他们将手中的钱递给卖酒老太太的时候 双方心领神会 这其实是一场性交易 但老太太们也不会拒绝 或者说性交易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这样的卖酒老太太在韩国还有很多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巴克斯酒女 老人之间的性交易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在韩国的一些年轻人之间 性交易又是怎样的泛滥 2014年的时候 性产业发达的日本曾嘲笑韩国称 卖英嫖娼是韩国社会的一个毒瘤 长期得不到根治 色情产业大国的不良名声由来已久 虽然韩国于2004年颁布了性买卖特别法 但十几年过去了 韩国的色情产业却在以种种变相形式继续自身 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全球 发展为全球化产业 韩国的色情产业确实由来已久 朝鲜战争之后 南韩国内名声更加凋敝 混乱的社会环境 为色情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量为生活所迫的女人 开始将性交易视为正当工作 色情产业为当时急需发展的韩国 带来了大量的利润 韩国政府因此并未出台任何限制法令 在进入新世纪后 韩国色情大国的名声已经响于全球 此时的韩国 从影视到政治再到普通生活 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摆脱色情的影响 色情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 大规模的产业链 在韩国首都首尔 最出名的色情交易地点 是清凉里588 人们有时候会简称它588 2002年 在韩国世界杯期间 大约30万的国外游客来到韩国 为韩国色情业的壮大提供了机会 在清凉里 妓女们为了赚取外国游客的金钱 与时俱进 学习荷兰模式 穿上性感衣服 坐在玻璃橱窗后 操手弄姿 等待客人挑选 这些妓女都为年轻少女 年龄约在18至25岁之间 甚至不乏一些为了赚取学费的学生 这些人为了争夺外国游客 除了摆出比平时更加热烈的动作外 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 女女韩国各个城市也推出夜总会模式 她们打着世界杯的名头 将陪座小姐进行包装 让她们穿上了各个国家队队服 与客人喝酒 看世界杯 并提供其他服务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除此外 由于网络普及 三级片收入下滑 一些三级片演员也沦落为酒家女 在娱乐场卖笑 甚至是卖声为声 她们在富人集中的汉城江南区的酒家上班 与普通的陪酒女郎一样 陪客人喝酒 有时候也陪客人去二次及上床的意思 因为这些三级片女性面容和身材较好 所以即便价格高得一般人不敢问津 但生意还是非常火爆 除了韩国本国家的妓女外 在世界杯期间 还有其他国家的妓女 进入韩国从事性交易 她们通过当地的黑社会 以正常途径入关 一般拿着可以拘留半年 最常可以延期到两年的 演艺艺术签证来到韩国 以在夜总会等地做舞蹈演员为名 进行蔓延活动 充分地扩充了韩国色情市场 在世界杯结束后 韩国的色情业已经彻底泛滥 全国蔓延场所多达5万多家 失足妇女至少有33万人 色情产业总收入多达24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84亿元 占全国GDP的4.1% 其经济效益与韩国的农林渔业相当 如此规模的色情业 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的危害 大量的未成年少女在性交易过程中怀孕 然后到医院堕胎 不仅对自身造成严重伤害 还对韩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除此外 妓女在性交易过程中 因为遭受嫖客惩罚而死亡的事件也不少 其中 一名妓女因为被锁在笼子里 导致房屋失火时 被活活烧死 这件事在韩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妇女团体和女国会议员们 开始呼吁立法 保护妇女 彻底铲除性交易 2002年 韩国制定了性买卖特别法 经过两年的修改完善 于2004年正式推行 在性买卖特别法刚刚推出一个月的时间里 韩国警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扫黄行动 取缔了17000人的性交易 其中 1600多人被扣押 被扣押的人当中 包括很多色情介绍人 和进行色情交易的男性 警方的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很多从事性交易的女性 充分得到了帮助 改善了生存状况 然而韩国色情液泛滥的情况 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大部分的色情交易开始转型 他们利用网络等工具 开始转入地下 甚至渗入住宅区 除此外 一些从事性交易的女性 也开始进军海外 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影响 到了2007年的时候 韩国的性交易产值 与2002年相比有所下降 仅占GDP的1.6% 约为14万韩元 但从事性交易的女性人数 却不断增长 据韩国政府性别 及家庭平等司报告显示 近27万韩国女性 正在从事性工作 这意味着 在当时的韩国 每20名女性中 就有一名 曾从事性交易的经验 2012年 随着网络技术的改进和普及 韩国性交易仍在扩大 由于性交易特别法 并非严格禁止性交易的法案 所以韩国的性交易 依旧处于泛滥的状态 在韩国光州 近一公里的街道上 密集着200多家夜店 其中有90%以上的场所 可以进行性交易 价格约为 每人15万至60万韩元不等 这些夜店基本上都是 在2004年韩国实行 性交易特别法之后 突然增加的 除此外 还有光州上午地区 三栋首尔一山 釜山连山交通枢纽区 卫山三栋山等地方 都是在性交易特别法出台之后 集中发展起来的 所谓的性交易新城 这些性交易新城 主要以卡拉OK厅 与按摩行业的形式 在快速发展着 当地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 从2007年的28757个 增加到2010年的31623个 按摩场所也从2007年的3360个 到2010年的5271个 他们的分布地点很有特色 基本都在住宅区或学校附近 例如 韩国首都首尔一山洞一带的 性交易红灯区 就位于距初中高中学校较近的地方 这里性交易十分普遍 只要你拿起电话 向某写字楼房间市长打电话询问 是否可以进行性交易 最方便会与你讨论价格 并询问你地址 让性交易者上门服务 当然韩国警方的努力并非全无成效 到了2018年 韩国的性交易行业 在明面上已经减少了很多 营业中的红灯区有22家 与2016年的42家相比 减少了近一半左右 但私下里的性交易仍不断扩大 他们转变方式 利用网络开辟性的途径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Office Hotel性交易和Kiss房 业主们在非法赌博网站 或成人网站上做广告 或者开设介绍性交易网站 接待预定客人 而性交易工作者 通过手机与顾客 一对一谈生意的方式 也泛滥了起来 这样的交易模式 为警方的行动增加了不少困难 这一年 韩国性交易市场规模基本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等原因 韩国开始出现大量非法性交易行为 10月8日 在韩国23地租用120间商住房 从事大规模性交易经营的团伙被抓获 警方以违反性交易处罚法等嫌疑 拘留起诉 包括该团队总负责人A某等在内的4人 并对25人不拘留立案调查 A某一伙从2019年6月开始在京畿道坡州 安山 庆少南道金海 中青北道青州等23地 租用了120间商住房 从事有组织的性交易经营 仅在釜山 庆少南道地区就有一万多笔交易记录 得以确认 韩国的色情交易之所以如此猖獗 原因在于供需很旺 一名从事性交易的韩国女子称 自己学历低 又各自有引擎需要钱 所以最终选择了性交易 虽然韩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但真实的国民情况并不乐观 大量的穷人 资本掌控的政府 以及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等 都迫使韩国未成年到老年的女性 选择通过性交易来维持基本的生活 而这样的情况 又使得韩国的大部分家庭充满了悲剧 未来的韩国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学习一些欧洲国家 彻底将性交易合法化 要么推出法令禁止任何性交易 不仅仅是限制性交易 然而不管韩国如何去选择 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 色情产业的发达 确实为国家带来了很多经济效益 但也正在毁灭着这个国家